上一回就說到整數和分數這兩者加起來 就會出了我們的有理數 有理數就是凡指一些數可以用P over Q 這個形式去表達出來的就是有理數 而且P和Q同時都要整數 在整數裏面,即是隨便整理一個數字 是P,由隨便整理一個數字是Q 然後它們之間有一個比例的關係 可以用這個形式去表達就是有理數了 那你會奇怪,那平時那些百分比小數 那那些可以怎樣處理呢? 舉幾個例子 例如-5,-18 over 5 然後是53% 還有3.33333一個 循環小數 那它們全部都可以用分數來表達的 例如這個是-5 over 1 分數,那這個不用說了 這個本身它就已經是一個分數了 53%可以說是53 over 100 3.33就可以說是10 over 3 那10除3就是3.3333 無盡的 但是是循環的 凡親如果我們看到用小數表達的話 我們都可以用文字 很清晰地告訴你 它其實是代表著數族上面的哪一點 那例如-5,那我就可以說是-5的這一點 對不對? -18 over 5 寫作大分數的話 那就是-3 又3 over 5 那就是 在-3 的這個位置 在-3到-4之間 將這一格 斬開5 這個5 斬開5分 斬開5分 然後拿第三分 就是這個位置 對不對? 那 10 over 3呢 也就是3又3分1 那3就是說3和4中間 又是這樣 斬開3分 然後拿1分 3分1 那就是這個位置 這個就是10 over 3 那然後53%很簡單 0和1中間斬100分 那然後就拿第53分 那約莫在大概這個位置 那... 不畫得那麼清楚 但是我用文字 可以表達到清楚那一點在哪裡 這個就是有理數的特性